各位朋友好,這幾天好消息是接連不斷 一個星期之前,川普當局剛剛宣布 對習近平在軍隊中的一個親信李尚福中將進行制裁 雖然只是制裁了一個人,但是對所有的黨政軍高層 起到了一個敲山正虎,殺衣儆擺的作用 警告他們不能跟習近平政權走得太近,不能幫他們作惡 所以這一點是非常非常的給力 前天川普又在聯合國大會上面發表演講 痛斥共產主義是現代世界的獨溜 號召大家聯合起來抵制共產主義 這一篇演講幾乎是可以和當年里根總統的 那一篇著名的反共演講,推倒柏林牆的那篇演講 可以相提並論,相避美 現在有一些御用文人,海外大外宣的御用文人 現在又跳出來講話了 說川普這個人他只是追求美國的經濟利益 只要習近平在經濟上面滿足他的要求 他又會和中共妥協,又會對中共實行綏靖政策 所以習近平的政權還是穩固的,可以搞得下去的,不要緊 這種說法完全是經不起推敲的 習近平政權之所以能夠維持下去 他一定要需要龐大的經濟資源 這個經濟資源哪裡來呢?靠國內民眾的消費能力嗎? 靠國內的基建嗎?這兩方面顯然不能夠推動經濟的發展了 他主要靠的是對外出口,是把大量的廉價勞動力 把中國大量的資源廉價的賣給全世界 主要是賣給美國,贏得貿易順差,贏得大量的外匯 然後通過這種辦法來維持他們這個龐大的統治體系的運作 那現在川普他提出的是要平衡貿易 如果是這樣,中共不能從美國取得大量的外匯的話 那麼這個政權就缺乏維持他們運作的經濟資源 沒有這個資源,他們無法維持龐大的維穩體系 老百姓的反抗分分鐘就會把他們給打垮 所以即使是習近平滿足了所有的川普提出來的經濟要求 那麼川普也會對他們的政權進行了致命的打擊 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說靠川普就能把中共給打垮 川普是為我們中國老百姓打垮這個中共政權 推翻中共創造了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 他削弱了這個政權,最後要把中共推翻 靠的還是要靠中國人民的反抗 人民不反抗,中共是不會自動下台的 那當然又有一些五毛文人早就散佈了這種原諾 說中國人民他完全是奴性深重的人民 完全沒有反抗精神,他們餓死不造反 那事實是不是這樣的?當然不是 我過去曾經做過很多期視頻 批駁這種無恥謬論,今天再來批駁一次 我就給大家先講一個案例 在我老家附近有一個縣級市叫做湖北死守市 在2010年的時候曾經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人民反抗 反抗的起因就是當地的一個年輕的廚師 從一個賓館的高樓上面摔下來摔死了 家屬就認為這是一場謀殺案 因為那個賓館的所有者既有官方的背景 又有黑社會的背景 那個賓館已經死過好幾次人了 但是警方認為這就是一起自殺 所以警方就去搶搶這個死者的屍體 在搶屍體的過程當中就造成了民眾的圍觀 當民眾圍觀達到幾千人的時候 圍觀就變成了圍攻 大家的正義感就有了一個爆發的契機 就把這些警察趕走了 這個當局又派出更多的警察來鎮壓人民 最後整個縣城幾萬人都參與了這場鬥爭 最後湖北省的省政府省委不得不從周邊地區 調集了成千上萬的武警 才把這場人民的反抗給鎮壓下去 這件事情本身和當地的老百姓 這幾萬老百姓沒有直接的利益聯繫 他們為什麼會起來呢 就是因為老百姓他們還有反抗精神 他們還有正義感 雖然遭到了中共這個體制的幾十年的洗腦 但是正義感深藏在人民心目中 這個是不容易抹去的 尤其是在現在中共體制對老百姓進行無恥盤剝 這麼多年大家內心裡面不僅有正義感 還有一個憤怒 這組憤怒這就是革命的一個動力 那現在我們話說回頭 這個五毛不是說中國人民沒有能力 沒有意願進行革命嗎 我現在就來給大家講一講革命所需要的四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我剛才說的怒氣 很多民主同道他們一談到革命的時候 就有一些灰心喪氣 說現在中國人的民主意識太低了 怎麼能進行民主革命呢 我想告訴大家的是任何革命 包括民主革命它的動力不是來自於政治理念 而是來自於人民對這個政權的不滿 對現狀的不滿、憤怒是推動革命前進的動力 如果把革命比作一架汽車的話 那麼推動革命前進的這個汽油就是人民的憤怒 就是民怨,政治理念只是方向盤 當民怨存在的時候,汽車就會向前走 那麼這個時候政治團隊具有政治理念的團隊 就要把握好這個方向盤,讓這一輛汽車向個正確的方向 向民主憲政的方向進發 現在中國的民怨是已經有了 那第二個條件就是人民要有一個機會聚集 光有民怨不夠,如果人民被分割了 當他獨自面對這個專政機器的時候 他是沒有辦法克服恐懼感的 但是當人群聚集起來了 當大家感覺到自己有力量了 這個時候他們就敢站出來反對 當有幾百個人聚集的時候恐懼感就會消減 當有幾千個人聚集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表達自己的不滿 對這個政權的不滿 當有幾萬人幾十萬人聚集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衝擊警察局 就可以佔領當地的政府 如果是有幾千萬上億的人聚集 那麼一場革命就正式的爆發了 那麼政治口號就會被提出來 人民就會喊打倒共產黨 那個時候一場政治革命就正式的開始了 所以人民需要一個聚集的機會 那麼第三個就是要有動員者 人們怎麼才能夠聚集呢? 人們聚集在一起的之後 他怎麼樣才能夠打破那種平靜 打破那種沉默,開始表達自己 開始進行反抗呢? 那一定要有一少部分人來進行動員 這個動員呢,少的時候可能就是一個人 前幾天大家都知道在上海爆發了一場劇場革命 說革命稍微有點嚴重 就是大家聚集起來表達不滿 上海人民劇院當時在演一個歌劇《悲慘世界》 這裡面就有這個民眾 巴黎民眾在1830年舉行起義 反抗政府的這個場面 當然就對劇場裡面的觀眾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刺激 因為大家都對這個政權有所不滿 當這個歌劇結束的時候 有一位小女生就在座位上面 唱起了這個歌劇的其中的一個主題曲 《你聽見人民的呼聲嗎》 這首主題曲非常具有反抗精神 非常具有感染力的這樣一首歌曲 當他一唱起來的時候 幾千個人就跟他一起唱起來了 就形成了這樣的一股表達不滿、表達憤怒 表達民眾反抗意願的這樣的一個場景 這個小女生她就是一個動員者 再跟大家講一個動員的案例 就是1989年羅馬尼亞革命的時候 當時那個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 她自己還很有自信,認為人民是支持她的 所以她在她的總統府門前的廣場上面 舉辦了一個幾萬人的集會 當她興致匆匆發表演講的時候 當幾萬人都在那聽她演講的時候 有一個人就高喊了一句 你這個騙子 大家所有的人都跟著她一起來喊你這個騙子 一場革命就是這麼爆發了 因為大家那個時候都有這樣的觀點 都有這樣的怒氣 只要一個人喊這麼一句 就像在汽油上面丟下了一根火柴 這就是民眾動員 當然了中國幅圓廣大,人口眾多 所以我們需要更多的動員者 我們需要更多的動員團隊 我們的動員的技巧可能要比那個喊一嗓子 你是個騙子要複雜一些 但是也不會太複雜 我們今後會在其他的這個視頻裡面 專門來講民眾動員這個話題 所以我們需要有動員者 那麼第四個條件就是要有組織者 把民眾動員起來了 大家發洩了怒氣 表達了反抗的精神,這還不夠 如果是烏合之眾一盤散殺的民眾 那麼大家聚得快散得也快 他們遇到打擊的時候就扛不住打擊 大家就四散逃奔 所以這個時候一定要有組織者 組織是政治活動的主體 那麼我們現在民間的有沒有組織者呢? 有,有很多的有心人 我們全民共振的在國內的發起人 他們都是組織者 還有很多全國的民主團隊、維權的團隊 他們都是組織者 不錯,這些組織它的規模很小 它的力量不大 但是呢,只要我們形成了小小的核心團隊 那麼將來一旦時機成熟 將來一旦革命開始爆發 一旦形成了大規模聚集的這種機會 這些小小的團隊就是將來滾雪球的一個核心 就會在瞬間成百倍、成千倍的擴大 將來就會把街頭上洶湧的人潮 納入我們民主派的組織架構 我們現在需要這樣的核心 需要更多這樣的核心 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但是需要更多 所以希望所有的民主通道在這方面要更加的用力 那我們現在看見這四個條件裡面的三個條件 基本上都已經具備了 人民已經有了怒氣 而且這種怒氣還在逐漸的加強 隨著經濟危機的惡化、經濟崩潰的發生 物價的不斷的上漲、失業人口的不斷的增多 這種怒氣還在不斷的上升 很快就會突破這個臨界點 第二個我們已經有了動員者 現在民間潛藏著一大批的有志之士 在體制內也有一大批的有心人 大家都已經形成了這個共識 這個體制不能維持下去了 尤其是習近平他妄圖把中國拉回朝鮮體制 這種趨勢我們必須的阻止 否則中華民族今後將陷入長期的黑暗的深淵 我們現在也有了組織者 民間有很多的團隊 我們現在唯一缺乏的就是民眾大規模聚集 實際上機會還是有的 比如說在全國各地我們都有體育場 都有體育比賽 在全國有一些地方還要在舉行大型的集會 這些都可以在瞬間轉化為我們啟動革命的集會 上海人民劇院的劇場革命 這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這樣的條件這樣的聚集的條件 我們還是能找到的 所以希望民間的有志之士 有志之士團隊一定要尋找你身邊的 這樣的民眾聚集的機會 今後在今後的這半年之內 我們要利用這種機會把它轉變為革命 同時在體制內的有心人 我知道你們現在有很多人急切的想吹垮這個體制 你們有更多的機會 你們可以創造機會 你們可以在當地組織大規模的集會 哪怕民意上它是支持中共的集會 只要你們組織了這個集會 你們就創造了契機 你們組織了這個集會之後 你們可以把那些維穩體系 讓他們暫時停擺 哪怕是只有十分鐘只有半個小時 那麼民間志士就極有可能 能把這種支持中共的集會 變成反對中共的集會 變成革命的起點 那具體的細節我就不多說了 大家都是非常有能力的人 你們一定能夠找到更好的方法 找到獨特的方法來完成這個使命 中共現在處於他們篡政69年以來 最虛弱的一個時機 內外交困 現在正是把他們拉下馬的最好的時機 大家一定要利用今後半年一年的最佳機會 錯過這個機會 習近平個人獨裁集權成功 把中國拉回朝鮮 那麼我們就萬劫不復 掌握這個機會 中國就會有光明的民主憲政的前景